嗯?这个小只的还没走呢? 哦 因为这 你在说话吗?听不太清楚呢? 人类都和你们一样吗? 你这小家伙从来没见过人类吧?话也说的没有长老流畅 怎么会一样呢?我们大家的个子样貌都不同啊 不过估计在你们的眼里人类的确都差不多吧 好了 我们也启程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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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枫树啊 这里好漂亮 那些冰林也太不靠谱了 把我们送到这种深山老林里 以那只冰林长老讨厌人类的态度来看 我们没被送到河流湖泊悬崖的边上 已经很好了 几位稍安勿躁 我这就召唤云来石往蜀山而去 也好 省得我们还要费许多角力走出去 谢兄 怎么了 那边有人 先躲起来 有人怕什么 说不定是上来打猎或者砍柴的 那两人有种不寻常的诡诀气息 先躲起来 快 这道开封可得走半天呢 老哥 听说开封城有不少好吃的呀 我这肚子都快饿扁了 猪头 就是道吃 忘记尊者派咱们来开封是干嘛的了 老哥说的对 是我糊涂了 等计划成了 别乱说话 省得被别人听了去 这深山老林的 除了咱俩还有谁呀 总还是小心点好 走吧 原来此地在开封附近 那这里应该就是开封城附近的丹丰谷了 只是听那两个人的话 好像在谋划着什么 要不要把他们抓起来 问个清楚 看面相举止 这两人 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他们去开封到底想做什么 不知道 不过他们提到尊者 一般的匪徒嘴里 可不会说出这种词啊 无论如何 我们既然知晓他们 对开封有所图谋 就不能坐视不理 以免他们 干出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我们先跟上去 见机行事 好 这两个人走得还挺快的嘛 一眨眼就没影了 话说回来 开封比咱们上一次来热闹多了呀 这人来人往的 想再找到那两个人可麻烦了 大少爷 要不要去报官 黄府家 同开封府颇有来往 我们不妨向黄府兄说明此事 由他转告官府 加强城中巡逻 嗯 我们也没有太多功夫 在这里耽误 还得回蜀山 为霞妹子制药呢 那我们这就去黄府府吧 几位 拜访黄府府邸有何事 我们有事找黄府拙 找邵主公 这位公子 请问有何贵感 明明是我跟他说话 他干嘛不理我 反而和锦萱说话呀 我们当中 只有大少爷一身贵气 人家当然 只和贵客说话了 狗眼看人逼 上次来尸首门的那几个人 怎么不在啊 不然我们早就进去了 还请转告黄府兄 就说夏侯景萱来拜访 夏侯景萱 你你是夏侯家的少主 正是 请稍等片刻 这小伙子听到小少爷的名字之后 表情怎么那么奇怪 可能是因为江小哥的事吧 夏侯 真的是你 皇府兄 你怎么看起来 这五年来你去哪里了 为何音讯全无 皇府少爷 你定一下神 什么五年 你们看起来一点没变 不过一段时间不见 能变到哪去 倒是你 怎么好像变了许多 看起来稳重多了 这位是 皇府兄你或许没什么印象 谢兄也是当日护送我前往 折剑山庄的护卫之一 且不说这样 刚才你说的五年到底是 先随我进来再细说 当日你们出海之后 就再也两个人去 世伯派出夏侯家所有传职 去东海之上寻找你们 却无丝毫收益 旋了三月更 还是找不到 我想 就算你们遇到海岸 若能及时召唤云埃时 应也不至于遇难 可一天天过去 你们始终没有音信 就这么过了五年 大家都认为 你们已经葬身大海了 夏侯师父也差一点一绝不振 爹 可是现在 我真是不敢相信 你们竟然还活着 而且 样貌竟然一点畏变 我们从出海找仙境到回来 前前后后不过几十天呢 仙境 你们遇到何种禁锢 是这样 我们乘船出海之后 事情便是如此 想不到烂科之类传闻 竟是确有其事 那什么 近时曾有一侨夫入山中砍柴 遇见几名童子正在下棋 便在一边观看 一盘棋下完 他正想下山 却发现斧子的斧柄多已腐烂 下山之后才知 山下已过了百年 还有这种事 天上一日 人间一年 看来那仙境 确实不是凡人应该待的地方 幸亏我们没有多当头 否则在晚些时候回来 不知道又要过了多少年 料想不到 有如此多波折 好在你们平安不适 方才你们提到 在丹丰谷内遇到的那两人 言谈中提及在开封中 有事不化 正是 所以我们才来这里 通知皇府修复 按你们的描述 我想 这两个人 应该是静天教的党羽 静天教 以复天鼎为据点 近年来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崛起的门派 专门网罗 被魔器侵袭的人类 和一些妖魔 啊 这几年间 静天教不断壮大 但引起江湖人士注意事 静天教 已经是不可小觑的 一股势力了 而随着他们不断壮大 也已改之前 安分守己的姿态 开始频频通武林 各大门派施加 产生摩擦 最近情况 更是愈演愈厉 已经发生了 不少死伤之事 傅天鼎的静天教 难道 和江城有关 他现在 是静天教的教主 怎么回事 江小哥怎么会变成 那个什么静天教的教主了 我起初也不愿相信 但事实如此 还有五年前 在折剑山庄 与他一同离开的那两个人 现在都是静天教的尊者 毕小哥和杰罗姑娘也 他们现在在江湖上的名号 分别是血绳和毒瘾 静天教 这个名字颇有深意 武林各门派施加 总不会眼见着静天教 日益做大而不管吧 自是要管 只是静天教的教徒 多有怪异力量 那些魔化了的人类 非一般武林人士可以对付 让我们大为头疼 尤其是近日来 静天教的动作频频 似乎要有什么大动作 但是一向以斩妖出魔 为己任的蜀山 却对此并无反应 我等四大世家商敌 要前往蜀山 请他们出手 蜀山 魔化了的人类 与妖魔无异 请蜀山出手 也无可厚非 只是没想到 我竟然看走眼了 我们这就去蜀山吧 看来 能赶上一场大热闹吗 我也是此理 夏侯说 四大世家主事 都会前往蜀山 家父正在为与静天教之间 可能发生的战斗做准备 皇府家由我出席 夏侯家 多半是由侍伯前往 算十日 他应该已经动身 你不如传一封信回夏侯府 然后直接前往蜀山 与侍伯会合 五年 我真是不孝 爹一定很担心 而且 我也要弄清楚 江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只有蜀山弟子 其他门派的人怎么看不见 各门派赶来蜀山 起码也要十天范围 我们有云来神 瞬息而知 居然比其他人要快笑 你是 您回来了 弟子这就去通报各位师伯 他刚才说 您 而且还自称弟子 奇怪吗 走 到了丹房 你们自然就明白了 草谷道长 师姐 我回来了 师姐 是你们 师弟 你安然无恙 太好了 什么 谢兄是草谷道长的师弟 这 为师让人意想不到 你们几个脸上的表情 真该拿镜子照着 真是有趣 谢兄不要收下 你当真是 哈哈哈哈 世弟 确为我派长老 道号刚斩 他在江湖上走动时 则常用化名 你是蜀山的人 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 这个嘛 人生乐得逍遥 何必拘泥 我是河门 河派的人 其实我下山 也是有些事要办 并不方便透露身份 和你们一路 也纯属 我们 原来如此 之前 我们遇到灵波 又在蜀山 遇到其他弟子 是你事先封了 他们的口 让他们不得 对我们泄露 你的身份 话不能这么说 我也不是要防着你们 只是因为 我这人就是这个德行 一直没脸没皮的 跟着你们混吃混喝的 若真让你们知道 我是蜀山的人 那不是给蜀山丢脸吗 师弟同掌门 一样的浮云性子 以化名行走江湖 悠游自在心 的确不是有意欺瞒众位 小少爷 你会觉得 我是故意在骗你们吗 当然不是 而且 钢斩道长 一路助我们良多 我们感激还来不及 虽然刚才知道 你身份时 是挺吃惊的 就像你说的 把你一路上的样子 对应到蜀山的身份上 现在我对蜀山的印象 也变得 你们也别叫我道长了 多不顺口 还叫我谢苍行就好 或者啊 直接叫钢斩也行啊 好了 这些事先放下 小姑娘 快把我们好不容易弄到的仙草拿出来 书上说 书上说 世人之光滑流转 灵气云绕 一看便知是不凡之物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道长 怎么样 这仙草 我是第一次炼制 少不得要研究几日 不急 过几天你爹也该来史山了 这不是正好 媳妇病好了 直接就可以领回家了 别 别瞎说 师弟已知晓四大事件要来蜀山 在开封的时候 就听皇府小少爷说了 没想到不过五年 世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二位长官 二位长官 楚山对于此事 究竟是何立场 这 这些废脑门子的事 都是长人才的 不过你放心 景天将当真祸害过头了 我也不会放着不管 师姐 掌门在吗 掌门和太武师兄正在三皇台闭关 门中事物 由青石玉书两位师弟打理 你好久没回来了 还是先去和他们见一面为好 好 那我等也就不打扰了 江小哥会带领妖魔害人 我还是没法相信 五年之前 我也不相信 但事实便是如此 若是当年让他死在折剑山中 是否便不至有今日人魔对质的局面 我要去找江兄一男 不妥 既然他现在和四大世家已经闹翻脸了 谁知道会不会对我们出手 我相信江兄绝不会这么做 而且 若是五年前 我们没去折剑山庄 江湖是否还会是如今局面 事情发展至此 我们是否也有一份责任 皇甫兄方才的疑问 其实 我也已问了自己许多遍 即便全江湖都因此事唾弃我 咒骂我 我也不会后悔 当初为帮助江兄而所做的一切 我无法放弃重要的朋友 由此而生的所有罪责 我都会承担 即便将来 真得有刀刃相向 为了那时可以直面兄弟 我也一定要再和江兄 好好谈一谈 年轻人就是好啊 这种好情 我多少年没有过了 嗯 我支持你去 也好 皇甫少爷 您也同意去找江城吗 靖天教近年来 虽然与武林正道频频交召 但对我们三家 却始终不曾痛下杀杀 江湖和徐 还不是全人无可救人 若是他能改过自新 我仍愿与他做兄弟 但若他执迷不务挑剔战狐 皇甫少爷绝不容情 此外 穆姑娘之前在木矮村 曾提到的那个神秘雇主 我以为 也有和江兄商讨的必要 或许能从中 找到解决争端的契机 神秘雇主 神秘雇主 此事说来话长 我们先前往复天顶 之后再细说 那我们这就去吧 我陪你们去 师父 真的是你 师父 算了 比起你是蜀山长老 这已经没什么好吃惊的了 是你啊 都长成大人了 等会儿回来 再跟你小子好好喝一顿 刚回来又要下山 谢兄 你身为蜀山长老 一去五年 想必有许多事要徒留 无必后目不去 很想找个借口 再出去偷偷懒的 罢了罢了 那你们自己 多加小心 我和静天教弟子 数度交手 据我恐怕会多生知己 便在蜀山等命 不过若是三个时辰后 你们还不回来 我便会立刻通知蜀山 和四大世家 前往营救 嗯 前方守备三眼 只能飞到此处了 有地情 请向桂教魔君大人通报一声 夏侯锦萱来访 夏侯锦萱 夏侯家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夏侯家的人自己送上门来 正好 夏侯锦萱 左护法 PPP 来 富裕 75 15 我们想见江兄一面 静天教与江湖为敌 想来也是为求生命 当日我曾许诺接济福天帝 却不曾兑现 如今 夏侯愿在江兄与四大世家之间 代为缓和 以求得共存之道 皇甫兄也允诺 若是静天教能收敛行径 他可代为担保 不必说这些废话 两军交战不展来时 今日我放你们一马 走 立兄 我今日 定要见江兄一面 我会告知主上此事 见与不见 由主上决定 多谢 两位还认识我吗 刚展师兄 好久不见了 一别五年 师弟可好 我当然是没问题了 不过你们啊 五年没见 看见我就这个反应 也太无趣了吧 让师兄失望 真是抱歉了 服了你们了 静天教 现在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静天教 静天教 往往了天下妖魔 以江石梨为首 旗下 立八部尊者 传闻 其中无天 枯木 为其智能 血手 毒影 为其左右手 静天教 几乎是一亿己之力 与整个脚弧抗抗 声称 要创造一个妖魔的盛世 江石梨 鼠山立教之本 收视如今局面 鼠山亦需担一份责任 只是何时入局 掌门尚未决定 四大世家此次前来 便是想让我们尽早出手 主上 夏侯锦萱求见 嗯 夏侯兄 他还活着 他来干什么 似乎想劝主上 与四大世家和谈 对当初没能实现 接济傅天鼎的承诺 他似乎十分在意 人魔既是不容 走到今日局面便是必然 与他和谈 让他回去 我与他再见之期 便是兵刃相向之时 是 夏侯兄 将兄如何答复 你我立场分隔已是事实 即刻下山吧 听见 李小哥 李小哥 左护法开恩留你们一条狗命 还不快点滚 我们先走吧 今天将与四大世家 早已剑把武章 你改变不了什么 难得看到皇甫少爷来安慰人 我明白 但是 小侯兄 事已至此 若再对他荣情 之后战场相见 反害己身 先不说这些事了 这段时日 我们也跑了不少地方 等曹谷道长制药的这段时间 就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刚才横姑娘来说 雾魂的药已经炼好了 去单房吧 你会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姑娘来了 师姐的药已经炼好了 快进去吧 我 妹子别怕 这次知道了你真正的病因 炼出来的药一定有效的 我们一起努力了这么久 上天也不会让我们徒劳无功的 相信今夜 就能看见霞的星星 在夜空中闪耀的样子 小姑娘 这便是故魂之药 小姑娘别担心 师姐做的药 你大可放心 不错 夏姑娘 草古道长医术天下文艺 一定能治好 虾 一定有效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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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这种程度平时都不会有感觉的呀 我真的 真的 妹子 恭喜你了 嗯 霞 好坏药没有用 好了 我刚才也很害怕 不过 已经没事了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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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长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还有大家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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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的身体能好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了 王府桌不曾帮上我 惭愧 恭喜霞姑娘 这是给你的药 曹谷道长 我 穆姑娘 这是给你的药 道长 道长 去治疗你的村人吧 多谢道长 师姐 你这药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嗯 穆姑娘的村人 之所以多年来形貌不变 是因为鬼气浸染的缘故 这药除了巩固魂体联系外 还会洗掉鬼气 到时村人会快速成长 直到恢复本该有的年纪模样 这期间身体会比较虚弱 要小心调养 我会叮嘱他们注意的 谢谢道长 那我们这就去木矮村吧 木矮村 是木姑娘的家乡 木矮村 是木姑娘的家乡 是木姑娘的家乡 原来如此 木姑娘 我还有些皇府世家的事情要处理 就不一同前往了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请一定要告诉我 嗯 多谢你 那我们出发吧 看木姑娘的样子 恨不得一下子飞回村子 还好 咱们真有个能飞的玩意儿 小兰儿 小兰儿 丁哥 我回来了 真的是小兰回来了 小兰儿 你这五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们可担心坏了 就怕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小兰儿 小兰儿 哥 你的样子怎么都没有变 难道是 哥你放心 我们在海外有了一段奇遇 才会形貌不变 待会儿我再说给你听 这是能巩固魂体联系的仙丹 这是能巩固魂体联系的仙丹 快分给大家服下吧 仙丹 身子轻松了许多 这个感觉 就是人类身体的感觉吧 小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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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真正的仙药了 太好了 我们终于能正常了 小兰儿 多亏了你啊 木姐姐 木姑娘可算是能安心了 是啊 是啊 谢谢你们帮忙找药 还一直照顾小兰 没什么了 我本来就要找药 而且 是木姐姐一直在照顾我 妹子这么说 我反代要不好意思了 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小黑不再撑开缝隙后 鬼气过几天应该就能消散了 不过这里被鬼气污染了这么多年 怕是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生机 虽然舍不得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村子 我们也只能千村了 别的地方 我帮不上什么忙 如果有什么金钱上的需要 请一定告诉我 那是自然 木姑娘你这么笑 我突然有些担心了 几位 你们之前住过的那间屋子 已经收拾出来了 你们先过去住一夜 明天还是早点离开吧 哥 你又赶我走啊 现在村里还有不少鬼气 待久了终归不好 等我们搬到了新的地方 你再带这些朋友们回来 爱住多久住多久 嗯 小黑 这五年来 这五年来 多亏了他 大家才能撑到我回来 一定要去谢谢他 木姑娘 还不睡啊 我想去看看小黑 那只了不起的小豹子 我也想去看看他 那一起走吧 哎 这么好说话 我还真不习惯啊 modules 兵 plein 我 有其他人ный 谢谢你 还有 对不起 谢谢你帮他保护村民 对不起 让你等了五年 穆姑娘 当时我说 一定会有办法 解决这里的问题 没说错吧 不用谢 我很开心 大家好好的 我开心 你回来了 我开心 还有你 我也欠了你一声谢谢 那个时候 多谢你出手 撑住缝隙 还有 对我说那些话 谢什么 跟小黑比 我可以说 什么都没做吗 哈哈哈哈 你问谢什么 谢苍行啊 怎么 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记得了 糟糕 这招被你学去了 那我以后还怎么混饭吃啊 哈哈哈哈 小家伙 你很了不起啊 你很了不起啊 我 了不起 谢谢你 不用谢 英雄西英雄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过了五年 又一次送你离开 心情却是大为不同 我还有一些事要办 所以 这次哥你让我走 我就走了 不过下次再回到你身边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离开你 傻瓜 你都是大姑娘了 该嫁人了 怎么可能一直待在哥身边 哥 这次让你们匆忙离开 实在是抱歉 等我们安顿好后 请一定要再来 让我们好好招待你们 嗯 我一定会去的 哈哈 我当然也不会客气了 到时就要有劳穆大哥接待了 自然 那 哥 我们先走了 路上小心 等村子安都好了 我就传信给你 嗯 我盼着呢 你们回来了 正好 你二叔刚到没多久 二叔来了 他去太清殿 与几位长老见面 那我们也过去吧 二叔 二叔 锦轩 真的是你 夏侯师伯 脸色还好 手脚俱全 没有受过重伤的样子 二叔 我一切都好 啊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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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轩 锦轩 这五年你到底哪儿去了 一点消息都不曾烧回家里来 你知不知道我和你爹有多担心 要是知晓对你的纵容 会让你这般不知分寸 我当初就不该在你爹面前一再为你说情 是 二叔 鸡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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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回来就好 你又生病了 这几年就没大好过 二叔和你爹都老了 你既然回来了 就别再乱跑了 二叔 锦轩 不孝 侠姑娘和木姑娘也平安吧 谢谢二庄主 我们都很好 多谢二庄主关心 这位 是鼠山的钢斩长老 不过您和爹应该早就认识了吧 你和钢斩长老一同失踪 你爹还曾经上鼠山 请鼠山帮忙寻找 却发现 鼠山也在为钢斩长老交集 道长 锦轩 来您照顾了 没什么 我跟小少爷合得来吗 嗯 锦轩 你们的行貌 似乎于五年前并无二致啊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 那侠姑娘的病已经治好了 不枉锦轩 即便与大哥争执 也要为你出海 对了 二叔 怎么是您来了 我还以为会是爹来呢 静天教进来动作平平 大哥要留守明州 主持夏侯家的事 好了 二叔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我们找个地方 小酌几杯 几位也一起来吧 二叔 您既然身体不好 就别喝酒了 今日我心中欢喜 无妨 禀告主上 库木尊者传训 这两天就会将对方兵力部署传回 好 传令各地部署 依计划行事 主上 此次对四大世家 虽是阳工 但双方各处分舵 已有过多次冲突 结了不少仇怨 恐怕 会有人趁机报私仇 传令下去 命令教众不可妄下杀手 我们既然志在鼠山 对四大世家 其实不必出手 库木此计 虽名为调虎离山 却会令我教与武林之间的矛盾 更进一步激化 而且此人来路不明 属下曾见他余 此计我既已惨用 无需再做治愈 主上 当初你成立静天教 只是为求生存 但如今我教行事 已渐渐有备出心 攻打所要的 就是为了天下妖魔 人界终非我等 魔血后裔久居之地 只有重返魔界 才是唯一处理 主上 不必再说 退下来 是 对了 听倩儿说 你女儿前几日染了风寒 现在怎样 多谢主上关怀 小女已经无恙了 那便好了 库木来后 教内作风日益激烈 不能让他继续迷惑江兄 否则静天教总有一天 二叔 你先休息吧 这几日 四大世家就会陆续到齐 等会谈开始 我会跟你一起去 你愿意参与江湖社吗 好 好 我和你爹 终于能安心了 对了 二叔 还有我请您查探的黑衣人之事 此事我已经有眉目了 等树山适了 我再与你细说 那 二叔 您先去休息吧 二叔是真的很开心的 是啊 还对霞妹子那么关心 看来 对这个侄媳妇也很满意呢 穆姐姐你别乱说 明日还有许多事要做 我们也去休息吧 好久没看到树山的夜景了 夏 一起去吧 嗯 哦 回来不过几天 却发现好多事情都已经变了 只有这夜空 还和五年前一样 果然人世变换 只有天道如厚 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 夏 好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 要说 看见皇甫小哥是还只是吓一跳 前两天看见丽小哥 我才真的感觉到 我们居然离开了五年 吉萱 老实说 你有没有觉得后悔 为了我去找一个不知道在哪的尖导 结果 莫名其妙失踪了五年 你痊愈了 就什么都值得了 傻瓜 你啊 老想着我的事 姜小哥的事 什么时候能想想自己的事啊 夏是这么认为的吗 我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自己的愿望 姜兄是我的挚友 你是我 我最重要的人 从小到大 我生活顺遂 从不曾真正可怕过什么 直到姜兄和你的事情先后发生 之后经过了许多事 结识了许多人 我才真正有了渴望的东西 我希望有一天 大家能再聚到一块 一起开心地聊天 嬉笑 不必去管什么人魔之分 也不用在意这些江湖风波 和你们的这份千百 是我最真心的 最渴望的东西 这么平常的愿望 但实现起来 却好难 咱们再去楼兰的路上 经过的那个叫四云崖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 是个风景秀美的灵山福地 那时我还说过 要是死后 能葬在那么漂亮的地方 多好啊 侠 不要 不要乱说生死 我知道 好不容易才治好病 我才不想死呢 我还想和你 和穆姐姐 和大哥 皇甫小哥 江小哥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活到老呢 不过 思雨衙那么美 等每天啊 我们都老了 就去思雨衙搭建小房子 每天 就看看风景 不用在里杂七杂八的事情 谁要是先走了 就埋在屋子旁边 陪着另一个人 好不好 好 我们约好了 夏 我一定不会比你先走 让你当一个寂寞的老婆婆的 谁寂寞了 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了 那时 江小哥还在 事情也还没有到以后那么复杂 我们旅行得多开心啊 后来 到过很多地方 总觉得 都没有那里漂亮呢 是啊 夏 我还是不想就此放弃江兄 我知道 如果你放弃的话 就不是夏侯锦萱了 等江小哥的事情结束后 我们再一起去思云衙重游一趟吧 等这些江湖事了之后 天南地北 我都陪你去 你刚才不还答应你二叔要管夏侯家的事吗 哪有那么多时间到处跑啊 不过 你肯这么说 我很开心 对江湖之事 我始终没有兴趣 而且以我的性质 恐怕也难胜任门拙之位 其实远房兄妹里 就有好几个比我更适合的人选 刚才所言 只是不愿再让二叔和爹 为我担心难过呢 待完成了爹和二叔的心愿后 我会找机会 卸下龙主之位 与你一起纵情善水 嗯 你们说完了 没想到此番一事竟会如此劳心 你既要继承夏侯家 有些事必须细务 嗯 去寒京岛 虽然对我们来说不过数日 对二叔和爹 却是丹京受怕了五年 我不想再让他们操心了 方才商议之事 我已尽力为江兄争辩 希望能争取到几分转换 希望蜀山 不要和江兄弟开战才好 两位少主 请速去太清殿 有紧急敌情 敌情 嗯 不不不不和 谢谢观看